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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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下就来简单带各位看一下游戏的画面跟特色 一般SLG游戏里有的他都有 不外乎就是升级建筑、产资源 然后训练部队向外掠夺 可以野外打怪、采集资源格 也可以攻打其他玩家的城池 这些都是很一般的就不用多说 要特别来讲的是他RPG元素的部分 战地王座的英雄系统有别于一般SLG 不是单纯征战的队长功能而已 除了要提升英雄等级之外 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技能 提升英雄等级会解锁新技能 而英雄升级后会提升技能的效果 在精英关卡可以获得英雄碎片 可以用来召唤英雄或是升级 说到精英关卡就来讲一下士卒转益 这也是我说的RPG要素部分之一 一般RPG游戏都有所谓的关卡 而战地王座也有这个部分可以玩 战役可以上升四名英雄 三支部队、一个龙技跟一个援兵 在战斗中会自动攻击 但是可以手动释放英雄技能 以及使用龙技跟召唤援兵 也算是有一定程度的操作性 遊戲中的三个兵种之间的克制也很重要 骑兵克步兵、步兵克工兵、工兵克骑兵 并且当同一种兵种超过两支部队 就能发动该兵种的兵种技能 步兵是盾强、骑兵是冲锋、工兵是连射 可以观察对方的阵容来调整部队 尽量用克制敌人的部队 打起来会轻松一点 目前感觉是不太需要克金 玩起来也是蛮爽的 这是我初步的体验而已 如果喜欢SLG类型的朋友 可以尝试看看这款战地王座 加入RPG要素让游戏变得更有趣 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的话可以订阅频道跟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通知 也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支持一下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